大同有任何的射門機會啊 所以趕快先守住這樣就好啊 嗯 看經過15分鐘以後再來 再戰 哇這個球賽進去裡面糟糕了 哇 搭配組合看得出來是公術的樞紐 其實郝瑋啊這個 那個少年白 高中就白頭髮了 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是這個造型了 還有機會 哎呦我們球擋到 擋了吧 15 打了進去 這個邊線球好會丟給馬可 馬可傳給Demiel 就這樣 哇這個球沒有想到的 忽然Demiel這個球的起腳就進去了 感覺也是有點輕鬆啊 嗯 來我們看剛才精彩的慢動作 馬可橫傳 Samuel起左腳 Samuel的左腳真的強而有力 感覺起來就是大力網球門射 對 第一時間 點一下一個小跨步 進去 哇這個球 謝鵬龍挺的危險 啊 這個給 後面自己的自家大門放火啊 他看到其實一開始民傳大學這邊的選手們一度以為說會有越位的一個狀況 但是剛剛Samuel的這個擦上其實並沒有越位的產生 所以很讓Samuel很輕鬆的直接可以直接挑射啊然後輕鬆的直接 這邊朱恩樂 右路調過來 好球 現在小角度右腳射門傳中間就對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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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哇 可能被I2度了 哇 安宜恩剛剛這個步伐像在跳舞一樣喔 哇 真的 天佑自己也是在踢足球的 像這種代球的時候 這個太難了 對 因為你這個腳步 你竟然沒有打結 過門將 而且這個最後這個小角度啊 其實非常不容易 真的 哇 不是潘文傑守的 所以說代表潘文傑在這個賽季來講 他每一場比賽有上場都是有掉球 哇 這個對於文傑來講好好加油啊 他應該也不太甘心了 以他這種鬥智昂揚的狀況來講 哇 這個球 7比0 這也太輕鬆了 剛剛看到Marco這個就是推一下之後 然後就跟對方身體抗痕的部分 這部分來講 這個是個人能力啦 是 然後傳宗之後其實發現到 Samuel這邊其實並沒有太多人去盯防他 其實你看到 空間已經完全做出來了 其實剛剛看到 350其實沒有去抓住Samuel 所以 既然其實 剛剛看到 的範圍內啊 所以 就算這球他沒有做最大的動作 其實這球也應該球也直接出底線了 好 段軒 這幾腳大腳開的是 比較不太理想 是 好 安穎恩 面對阿宅 在垮 左腳 順便就進了 Goal 真的要說 跟上半場那個進球 一樣就是 在整個後方線的球 直接清給了對方 變成 前面其實阿橘有提到 如果是 孫孫啊 我們在前場進攻 然後呢 對方快攻 沒問題 剛剛呢 被安穎恩啊 哇 在比賽第88分鐘這個進球 有點像是 Kill the game 對 而且其實剛剛看到 應該是彈武林喔 他在扛這一個 安穎恩的時候 是有點像這種 這種相撲選手 還是我們打籃球 在卡位那個動作 就是 基本上下半身硬把他倚住喔 在這種情勢之下 都還是 沒有辦法阻止大同的進球 哇 這一個撞牆 安穎恩到進去內了 最後 一摳門啦 Goal 3比1 哇 大同這一個 隱形一點燃啊 這個機關槍大砲 什麼都來啊 哇 直接再一次到門前的轟炸 又是 安穎恩在這裡 跟著Marco 兩位黑將軍 做了一個漂亮的 彎兔撞牆配合 到了進區內 最後呢 安穎恩這一個 射門 打到了門將 他們其實 在對方半場的人數相當的多 大概在40碼裡面 隨時都有保持四個人左右 又來了 又來了 又直接上了 哇 這個球是田修進自己的失誤啊 出來的球其實前場並沒有辦法順利卸下 張華為把這球給開輸之後 在門前再補一招球進了 Goal 哇幾乎是 哇 又進了 又進了 少沒有 這個時候他一定想說 我也進了 再進一顆 剛才那顆不算 上次用頭不算 4比0 4比0 但是這一次扎扎實實的來進球 這個 真的沒辦法 這個打死角啊 而且 我們看後衛沒有辦法跟上 他只能就是盡量用身體風的角度 你也沒有代表過其他國家踢過這個正式的過程 又來了 哎唷 安妮恩剛剛用左腳射門結果踢在了手面上 不過還有機會啊 三個人 看他一個人玩 Goal 現在把這個進球的平均時間 拉上來到7分鐘 對 哇 這一次可以說 紅獅喔 其實門將已經擋第一波已經很不容易了 但是 真的又讓安妮恩再進去裡面 像逛大街一樣 沒錯 安妮恩也 也要追上來 就是MACO進一球 他也要進一球 對 那當然MACO就說 這個球本來要記我助攻的 最後這樣子的話 變成就沒有了 對 但是他自己拿著 四層給換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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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層15號的賈愛智 哎唷 球進了 高 安妮恩的Diving Heather 在這個時候 他今天也進兩球了 是 這個愉悅頭水 而且剛換上來的安愛智 假愛智呢 就立刻啊 來送出了這一次的助攻 北遜大董 寬人 好 所以 安妮恩呢 也進到了14球 對 感覺上最近這些在追MACO的 都是用一種嘛 那一個 呃 超額的業績喔 對對對 哇這個整個 射門的一個角度沒有拉開的狀況下 被擋下 反越位 安妮恩 反越位成功 一對一吧 射門就進了 對 下一對一就沒有什麼 辦法了 對 終於把這個比方起來了 對 我們這邊的球喔 不過剛剛這個球真的開的點還不錯 好 這個球 安妮瑞 哎 哎呀 近了 這個球 5比0 一個反擊 簡單的反擊 單兵 很可惜喔 浮屠羅在比較多好的攻勢的狀況下 結果反而是讓對方打一個反擊 對段譽來說 今天這場比賽真的是震撼教育 而且可以看到剛剛這個是一個單刀的處理 而斷運之衝出來之後其實沒有辦法給籃下 今天大同大同的這種的 算是一對一的攻勢喔 嗯 剛剛看到其實這一球其實 還有包括前面張豪偉的這個進球 其實都是屬於 算是挑過對方門將頭上的這樣的一個進攻方式喔 都不是屬於直接 算是打側網啊 或者是暴力射門的這樣的一個單刀的處理球的方式 就是我們看 一流來手的時候 他被對方是給卡開了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去擋住一個角度 其實如果 這個 運財啊 當然台灣運財是沒有 台灣粥粥可以買 不然 喔喔 過了 不然面對行員的比賽 只要他對上強隊 都買合局 欸 欸 欸 有沒有犯規 台灣運財是沒有 台灣粥粥可以買 不然 喔喔 過了 不然面對行員的比賽 只要他對上強隊 都買合局了 那你有沒有也要用這個進球都來追 這個 這個 如果進的話 按儀恩這樣比賽 進兩球 喔喔 喔喔 喔 這就是個決殺但是 兩個都是17個 連賽進球 對 這球完全沒有動 這個球因為 大家可以注意看這個節奏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安宜恩是很會 真的很想多推薦一些球迷來看 所以說 大家各隊也是 大家一起努力的多經營一些球迷 哇 這球完蛋了 這個又不能拉 哇 這個優勢跟上半場一樣 這個 是有可能讓他 長留在台灣的因素嗎 比個愛心 比個愛心 這個是要加入中華隊的前兆 如果真的是要加入中華隊吧 這個進球我們就給你 補部長 不過這球真的是很聰明 這個要講的是說 航運後防線真的在今天 這個反越位真的 這個出現太多的錯誤 這個就被搶走 不過說真的 這個要拉早點拉 當然你如果拉就要付出紅牌代價 對啊 他有一張黃牌在生的 所以既然有一張黃牌在生 就擠進紅牌算了 他剛剛這個球 最愛的不幸運 就這樣做 這麼說